上一次在台湾的国会使用举手表决是在民国78年的35年前 现在同时举行举手表决的国家叫做中国的人民大会堂的人大代表 傅关琪去了一趟中国回来 组合屋半个还没看到 先看到他把中国人大的举手表决重新在台湾重现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又看到国民党的委员们出发飞往太平岛 可能昨天太累了 好像只浓缩到不到十位吧 十位 抢着在517之前 他们一定设为第一队要完成国会扩权的法案 为了什么 建制新政府要给新上路的赖清德总统以及朱镕泰内阁颜色瞧瞧下马威 接着赶着在520之前 让国民党的委员飞往太平岛 就是要附和中国 让台湾成为南海地区地缘政治的麻烦制造者吗 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的民主在哭 中国的习近平在笑 我简单归纳昨天的整个国会的运作 黑箱桥条文 透明公开在哪里 程序不正义 民主审查全失灵 意识不中立 意识规则会转弯 表决不公平 做票一路做到底 等一下我们几位委员会分头来论述这些 从来没有一个条文法案 连朝野协商院长主持的半个条文 没有进入实质审查 但是要强行表决 强度观察 而且到表决前一刻 在场的委员没有人看到 要被表决的条文是什么 甚至在场还被选择性的宣读 如果不是无私要一再的去向韩国瑜抗议 要宣读条文 他们连宣读条文这一关都省略都跳过 所以黑箱桥条文 程序不正义 意识不中立 表决不公平 我们稍后会为大家来论述 那首先跟大家报告 大家非常关心 我们的委员们 我们最辛苦的中嘉宾司法法治委员会的赵伟 他严重的肋骨磋伤 稍后他会说明 他昨天也赶回现场加入我们的表决 沈柏阳委员头部整个着地 那有脑震荡的轻度脑震荡 等一下当事人会说明 柏阳昨天一度也要赶回来 加入表决 总招跟他说不可以 你要留院观察 我们的书记 好可以听到民进党团正在痛批 昨天晚上国会黑箱跟暴力的事件 大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